说到刘嘉玲 那近日是公开亮相了 今年51岁的她 一直都是众人心目中性感美艳的存在 都说人年纪大了以后就会回忆青春 那嘉玲姐其实也真的不例外 来看一下 细带高跟鞋 淑女范儿的衬衫连衣裙 再加上优雅的气质和满脸的胶原蛋白 51岁的刘嘉玲 依旧是人们心中不老的传说 状态这么好 离不开她的事业和家庭上的成功 虽然作为演员的她 近些年鲜少出现在影视作品中 但是只要公开出席的活动 她就永远是闪耀的明星 事业成功 家庭也很美满 最近跟老公庆祝了结婚八周年 尽管已经是老夫老妻了 但礼物祝贺什么的 一样都不能少 我们已经心领意会了 也祝贺了一下 这次的礼物是那个礼物来找我们的 因为是一个古董 那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故事 蛮像我跟她的故事 除了回顾自己的爱情故事 刘嘉玲最近还在微博上 晒出了自己18岁时的旧照 一下子那些美好的成年往事 也都被回忆起来 我的故乡在苏州 那香港是我成长的一个摇篮 1965年 刘嘉玲出生于江苏苏州 这个水乡古镇 给了她与生俱来的灵气 15岁时刘嘉玲随家人移居香港 从进入演艺圈一直到立业成家 一待就是30多年 而对于这个第二故乡 刘嘉玲也是满心感恩 我觉得我蛮幸运的 我有机会可以在这里度过 这三十几年 从满怀梦想的青涩少女 到霸气成功的嘉玲姐 除了许多外在因素 刘嘉玲自己的努力 绝对不可忽视 娱乐新天地编辑报道 没有人